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何啟俊 是千里尺证券的研究部经理 今日跟大家分析一下保利协欣30000这款股份 公司刚刚也发布了一个盈利预期 预计2021年全年的盈利会达到50亿元人民币 比2022年大幅批选有明显的改善 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主要是全球推动碳中和 各个也积极地改善能源结构 加快了光伏行业增长 上游多归晶产品出现价量提升局面 这是公司盈利大增原因之一 另外公司在盈利公告上提到 他们的火粒龜业务已开始量产 亦提到2021年火粒龜佔了整体龜料的产量大概18% 而火粒龜业务的模拟率高于传统棒状龜的模拟率大概15%以上 现在全球多精龜的生产技术 主要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比较传统的改良西门子法 主要是生产一些棒状多精龜 至于比较新的就是龜丸法 主要是生产一些火粒龜 改良西门子法亦是技术相对成熟 亦是比较多生产商去采用的 但相比之下 新的龜丸法 它生产的火粒龜有几个特点 包括生产成本比较低 能源消耗比较低 和碳排放量是比较低 对于公司来说 除了生产成本可以更低 令到盈利能力增加之外 亦是涉及到国内政府低碳排放的要求 所以你见到 未来的火粒龜丸也是公司的一个发展重点之一 看回现在保利协银 火粒龜的设计产能大概是3万吨 其中有2万吨已在2021年全面投产 剩下1万吨便会在今年的预业份投入营运 中长线的布局方面 随着火粒龜的业务趋向成熟 而公司亦都会扩大它在火粒龜业务的产能部署 他们预计未来会在徐州、洛山和包头这三个地方 合计便建设50万吨的火粒龜产能 我们认为随着火粒龜的产量扩大 或者是佔保利协银的收入比重越来越高 这对于公司的无利率表现应该有正面的作用 至于看光复行业今年的展望 预计说火粒整个多征规市场在供求失行的情况 仍然会在今年的上半年延续 所以会对这个多征规的价格有一定的支持 从而支持公司上半年的业绩 但有一样要留意 因为有很多厂商都见到多征规的价格是高企 他们都比较乐意投放一些产能 预计比较多的产能在下半年开始投入营运 这个到时就可能对于多征规的价格带来一定的压力 看回策略上 现在保利协银2022年的预测事业率大概是8.6倍 估值亦是低于A股上市的同业 例如通威股份6004300 和大同能源688303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考虑到上半年 整个多征规的市场景气仍然保持高企 我都会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 在大概2.3的水平去买入保利协银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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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